那麼既然您在 因為稅務的問題非常之多 還有一個問題 也是有朋友想請教一下您的 他說他聽朋友說有很多的稅表 大約10i 是否可以在NUIC的TV上面 他說用中文說明 然後這樣就方便不拿錯表格 我真的有時候 其實有些時候聽眾朋友跟我們留言 他們用他們的這個方式或者留言以後 我們有時候真的不是特別的清楚 那我們再回過去問他們的時候 好像又沒得到回應 那麼也只有請這個李浩會計師 您覺得像這樣的 您大概給我們回答一下 像他到底是要確定要問什麼 我覺得這個可能太專業了 我可以理解 我也比較少看電視 所以這個電視上的 我不是很確定 不過假設稅表的話 在國稅網站還是最完整的稅表 然後他假如說需要中文說明的話 他第一個上國稅網站 他就選擇IRS.gov以後 他就選擇中文 然後有中文說明的 不管是這個 form或 publication 他都會寫CH或CN 他可以找CN 就是Chinese 那我知道今年2月18號 2021年 這個IRS.gov翻了1104頁的中文的東西在國稅網站 那它的file name是叫p17zhs.pdf 是一個pdf的file 那這裡面有非常多的信息 那假如說納盛想多了解他稅務的情況 用中文去了解的話 可以打這個file name從國稅局下載下來 還有1104頁 非常多的信息 其實就是想需要了解國稅局的信息 國稅局也有中文網站對不對 中文的這個說明了 就是在網站上有中文字 對 中文的文字的形式 那麼你要是覺得他要是覺得說 不方便問到這個會計師 會計師可能太忙了 那去到國稅局網站上也是可以看到的 好的 謝謝李豪會計師事務所的李豪會計師給我們的解答 謝謝您 好 客氣主持人 我們有機會下次再見 並且照亮